大家好,我是韓威,今天的影片的主題是我要來去台南啦 但這次去台南呢,並不是去玩,我們是要來工作的 想說就剛好可以錄一下我們工作的花絮集 我們這兩天在台南吃了什麼,還有去哪些景點拍照 就想要來台南觀光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參考我這支影片 好,我們已經在出發的路上了,我們等等第一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期待我們等等第一餐的午餐了 我們安排的超多景點跟吃的 吃的就等一下我們的第一個午餐,就是什麼牛肉湯 頂投俄沙洲,這個景點我超想去拍的 因為它拍起來就非常的厲害,感覺可以拍出時尚大便的感覺 對,它就是一片沙漠,台灣既然有沙漠可以拍 我覺得我應該就是衝著這個沙漠來到台南 然後呢,最後就回到我們的民宿 這次的民宿我有拍進去給大家看 這次的民宿也蠻可愛的喔 耶,出發 耶,開了三個多小時的車,我們終於到台南啦 一下車就感受到台南微熱的天氣28度 然後呢,今天在台北,好像十幾度而已 一下的台南就增加了十度,天啊 好,我現在第一站 我們要先吃個午餐,在台主拍攝 我們第一站的午餐,這一家 叫做阿牛仔牛肉湯 我來台南蠻多次,我還是第一次吃這一家耶 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SINGS 那飯娘這是幹嘛的? 有 要幹嘛? 啊那我吃 有,我直接拿下東西 直接灌了 裡面的 啊加一點點,醬子加齁 來呦一點點米酒 好 好 配一些小菜們 然後他們這邊是可以無限自己 想要加多少我就加多少 但是我很少吃肉燥的人 欸 他們的肉燥有那個 有我愛的豆乾 耶 開心 我最喜歡肉燥裡面的豆乾 肉燥飯 好久沒有吃肉燥飯了 很好吃 肉燥很香 而且它的肉燥都是瘦肉的居多 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我自己是很怕吃肥肉的人 然後它的肉燥都是瘦肉 肉燥是肉燥 你吃不夠還可以去駕 很棒耶 我剛剛以為這個糖味很容易 結果喝起來還蠻清爽 而且牛肉很好吃 它牛肉超多塊 你看 超多 好豐盛喔 爸爸你要我們吃飽囉 500了 這樣多少 500一算500就好 好 謝謝 500塊 吃完了我們中餐 然後只花了500塊錢 四個500塊 喔好便宜喔 然後又吃超飽 我給它的分數 應該可以給它個四顆星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而且 就是牛肉比我想像中有清爽 就是不會很鹹的那種 因為我個人是好怕鹹 但是我覺得口味上還不錯 很好吃 大家如果我來看啊 可以來吃這間是他們的酒店 好我們現在出發去 林百貨 我們要進行我們的工作啦 準備要拍攝了 我換了換好一套衣服 這套衣服設定在那個 林百貨拍 那林百貨我覺得 拍起來蠻復古的 剛好可以推進我這一套 復古雷斯的上衣 看我這身打扮是不是很浪漫 對了 就是分享一下拍攝的小技巧 就是 你要先了解建築物是什麼顏色 然後再去選擇搭配什麼樣的衣服 像他們建築物就是 只要咖啡色系啊 所以就配我的 白色的衣服 是不是 這樣子你整個人會比較跳出來 好 準備開拍啦 好 我也是要 不知道哪一個簡單的禮拜 take他 然後再take我 好 現在呢 因為剛剛大家覺得拍照實在是太餓了 所以我們要去 買個 冰涼的來喝一下 我們下一站是要去那個 雙生綠豆沙牛奶 因為這件實在是太餓了 我們要喝個涼的啦 剛剛我們一上車 查一下雙生的那個地址 發現他禮拜一沒開 苦苦 禮拜一個禮拜二都沒開嗎 一二沒開 蛤 一二都沒開 一二都沒開 所以要來談談 喝雙生綠豆沙牛奶的朋友 有的話禮拜一二不要來 呵呵 最好是假日來比較好 但是就是會人幾人 那就是禮拜三跟四好像會比較好 我們先去 一個最近大咖沙的景點 台南神學院 先把另外一個 工作先把它拍掉 現在走路一條小巷子 就抵達我們的台南神學院 但是呢還沒有走到我們真的要拍 喔有有有看到了 那邊看不太到 拍不太到 那邊就是有個水池 拍出來還蠻有歐洲的 氛圍的感覺 來到台南神學院 看這邊是真的 還有學生在這邊上課 所以講 大家如果來這邊拍照 就是講話要熟悉一點 然後呢 對我有住小超 剛剛看了一下 喔原來 他是也有 就是電視劇來這邊拍攝 所以就變 就是後來就蠻多來拍照 大家看了 然後大家都在這邊拍 就是這個 這個水池 然後背景就是這個 選學院的建築物 拍起來蠻有feel的 好 我們去玩神學院 離神學院蠻近的 只要到十分鐘距離吧 來到這裡 我們要來吃一點甜食跟小吃 就是這一家 另外呢 店裡都坐滿的 人太多 所以要趁加上 我們的時間有點小感 所以我們決定 快帶去車上課 剛好適合非常熱的天氣 來一杯 冰冰涼涼的 紅豆浴了 然後現在可以加一下 白玉 除了白玉口味的 一般的白玉 然後還有這個 抹茶白玉 它吃起來就有 帶一點 很軟 帶一點抹茶的苦 就還不錯 裡面就有紅豆的甜 然後 藝人的那種清爽的感覺 配上一點苦苦的抹茶 整個綜合起來 我覺得那個口感是很舒服很順的 好吃耶 要趕時間 要去下個景點拍攝 下個景點是 也是近期很夯的打塔景點 是一個沙漠 就火箱是合理的嗎 我覺得蠻美的耶 天啊 真的好大一片喔 我還以為是小小片 然後大家只是取個角度 可是很大耶 欸要在那邊拍我的沙漠 開了45分鐘 從剛剛那個瘋狂的沙漠 然後開到市區 現在我們要去吃蝦仁飯 台南最有名的沙漠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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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一顆腰蛋 床床 下人開動囉 嗨 台南第二天 現在是早上八點 我們已經起來 準備要去吃早餐了 吃完早餐就直接開拍 這邊已經準備好一堆衣服 這是我們的早餐 一杯熱美式 然後還有咳嗽 炒蛋跟水果 我們住在他們的中庭吃早餐 還有太陽灑下來 一大早拍攝完畢 然後呢現在有個空島 我可以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這次住的民宿 我現在要帶我們住的這個民宿的四樓 四樓是我的攝影師跟我們家企劃住的 沒有帶一點點復古 又有一種懷舊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這個 這個窗戶的 拍起來很好看 這雪花浴室有浴缸 他們四樓就是這樣 然後呢我現在下去 就是帶大家看一樓 一樓是我睡的地方 這就是我的房間 它每個房間都有區域 你看我的房間 也是一個有一張很大大的空門窗 我很喜歡它的那個廁所 超愛這種黑框設計的廁所 而且你看那邊 你看這個小客廳的感覺 你看這個小客廳感覺上面 就早上起來就會有那種陽光 藏下來大大的螺麗窗 然後很充足的陽光 光線會灑金的 所以拍照非常好看 因為我是還蠻在乎那個房間有沒有陽光 那這間的陽光還算 彩光都還算不錯 OK這就是我的房間 然後我再帶大家去外面 看看那個他們的那個大廳還有吃飯的地方 這就是他們的交椅廳 這些每一張椅子都好 我覺得都很好看 好可愛 它的桌子也很透明 這椅子跟椅子都超特別的 很安靜一點的感覺 再來就是他們的中 我覺得中椅還蠻有 這種異國的感覺 他們的花椅子 就沒有種一些素食 然後我們早餐的時候 在這裡吃 非常的愜意 外南也是有一些交椅廳 然後還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而且休息的地方 我還有發現就是這個 一堆書籍跟雜誌可以看 就是都關於 都是關於台南的 吃吃喝喝啊 然後還有一些景點 好 這就是我們那次 兩天夜的台南民宿選擇 今天民宿叫做 來了 我的名字很可愛 就是來了民宿 我們的民宿的分享 就到這裡 然後民宿完之後 我們也要再去別的地方 吃個中餐 繼續拍攝 好 掰掰 現在是快要接近正中 但是大家還沒有胃口吃飯 所以我們要來吃他們 台南很有名的 莉莉水果店 之前我就來吃過了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就是它的那個水果非常的豐富 我們來吃 我點的是那個芒果冰 芒果的剉冰 我點的是那個芒果冰 看來它的芒果 這是芒果醬 大塊大塊的芒果肉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 芒果 大家如果來排卵球 來這家的水果店吃 太豐盛了 像一碗多小時 160 我覺得應該可以四個人吃吧 因為它實在是太大了 然後呢我們剛剛又加點了那個 番茄 為什麼要點這個 因為這個南部才有這樣的吃法 只是在海北都看不到這樣的吃法 它還有加醬 這個醬裡面呢還有醬 我可以接受啊 大家吃起來會像我什麼 就鹹鹹的 番茄醬番茄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那個番茄是生的 所以它吃起來有點不舒服 我就算清爽欸 然後配那個薑 因為我很喜歡吃薑的味道 這個人還蠻喜歡的 但應該滿多人沒有嘗試過的 所以如果來台南 我們就可以配薑的味道 然後試一下這個番茄夾醬 我覺得很特別 現在我們停在路邊等吃中餐 因為像陽光正式直射的時候 所以也不適合拍攝 所以呢我們先選擇先吃飯 阿溪式墨魚粥 好耶我最喜歡吃虱目魚粥了 小菜啦這是我們的虱目魚粥 然後點個油豆腐 還有蠻特別的蒜頭飯跟魚頭 欸它的虱目魚粥超多欸 哇好香喔 有那個油蔥的香味 對 四隻是蒜頭飯 真的很香很好吃欸 而且不會很油 很特別我覺得 大家好像可以來試試看它的蒜頭飯 吃完了 吃完了虱目魚粥超飽 我覺得來台南就是一直吃吃吃 因為太多 好吃跟小吃可以去 去嘗嘗但是我們還是沒有吃到 應該沒有算很多點 下次再來 因為我們現在還要去下一個景點 就是奇美博物館 就是我們最後一個景點 我們在那邊拍個穿搭 我們就要回台北了 我們到了奇美博物館 都沒有人 平日來就是這樣 有啦還是有一些人 平日來真舒服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這一生 一定覺得很奇怪 在這麼冷的天氣 穿著那種 新的羽輪外套 沒辦法 模特兒的工作就是這樣 夏天穿著冬天的衣服 冬天穿著夏天的衣服 冬天穿著夏天的衣服 不過也是蠻習慣的 然後裡面還是那個 針織 我們快選奇美博物館 現在是下午快兩點了 我們終於收工了台南的兩天一夜 工作之旅 今天奇美博物館好安靜喔 好美喔 這邊真的很像在 澳洲 收工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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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